最后很期望就是你 你身旁的同学就是让你自己心可以是 静下来输入下来的地方 我想说在环境整个 写作上很重要的追求比较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 然后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整理的同学就是 我从那个比较去迷信国家的连续社 其实真正对你最有意义的是 你的家里 你的社群 我真的没想到 反正国家就是拿你的钱 然后帮你该做很多事情 可是你真正生活的地方 是想到你的家 你的洋台 然后大到你所居的社群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整个 反正就是你要去聚焦的地方 我想说至少从自己的身边来做 然后说 然后 然后 我常用这个来来举这个例子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大家 常会觉得说我去写东西不够的 什么 不要这样想 其实这边赢给我 然后当你在一个一个写的时候 我当时我很感动就是说 就像那个冬夜里面 每个写作的人都是一盏灯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孤灯 可是你只要远远的看 就像我这样 我这样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孤灯 你也觉得你是孤灯 可是当你去往路上做的话 哇 好多的关系这个事情 你会觉得这是一股很热 很大的力量 很热的力量 他不会是孤灯的 他就是一个整个一个 整个一个那种灯火通明 或者是那种串联就开始 你知道那意思吗 其实就像大家每个 每个都在这个里面 当你开始去从事你的环境前做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聚成一个团队 所以这就是说 就是最新做的那个 那个地域就在这里 我今天刚刚也讲怎样 还有问题吗 有什么 要走可以先走啊 要做作业吗 作业 我忘了跟大家讲 大家今天的心得 也可以写成一篇 如果那个就这样 然后好像说到 会晚到十点 OK十点 然后把我给你 那那个问题存起来 赶快下次问 还有没有点 不着重 跟抓到没有点 有点好 有了没先到